又是一年出席夜 家里的人忙着挂灯笼贴对脸 我在忙着给家人准备年夜饭 一起看看有没有给你家同款的年夜饭 今年为了健康 为了少一些剩菜 我打算做一桌少油少肉的年夜饭 小朋友贴完对脸 为年夜饭准备了一份花式水果 看到后我很是欣慰 终于长大了 可以帮父母分担一些家务了 在这里我感谢所有的粉丝 三个月以来对我的关注和支持 我本人不是大厨 更不是美食家 只是喜欢做烘焙和简单的饭菜 在生活中我喜欢做给家人朋友 喜欢看他们吃的精进有味 满脸洋溢着幸福 我也喜欢通过视频 给未曾谋面的你们 分享自己认为简单又美味的美食 三个月来是你们的点赞和关注 给了我坚持做下去的力量 明年我会更加努力 把更多的美食 以及做法跟大家分享 小米在这里 祝您和您的家人 新年快乐 和家欢乐 幸福安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